北極的故事是世世代代 和變幻莫測的大自然分不開的故事 時而順天而行 時而和大自然搏鬥 而中國人在北極的故事 是一個個尋找的故事 這些兄弟各有不同的尋名 我們介紹過的弟弟李成恩 享受北極的原始和靈跡 在這裏尋找到自己的感情避難所 而大哥李士風 在北極尋找到的 是他一生的事業和財富 在北極圈範圍內 延綿千里的白雪冰河之上 除了愛斯基摩人之外 一直甚少為人踏足 但是一個中國人 在過去二十年 穿梭北極南北西東 每條愛斯基摩人村落都留有他的足印 倉窗之下 冰川之上都曾經有過他的影子 今年五十六歲的李士風 Dominic 人生三分之一時間都在北極度過 北極見證了他人生的同時 他亦看著北極在光陰沖沙之下的改變 在香港土生土長的李士風 1976年帶著建築師牌照去到阿拉斯加 為的是一個發展北極區內建築事業的機會 一個陌生的中國青年 偽然隻身一個人走入一處絕對陌生的土地 開發北極這片被視為絕地的寶藏 當年荒涼落後的潛景 他至今依然溺溺在目 你初初來這裡是多少年前的事 1979年來過 第一次來1979年來 那時候這裡的環境如何 這個環境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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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都沒有 那些屋子也很少 城也很小 又沒有水喝 那些水的原來呢 就是每個家裡有一個...一個...一個...鐵桶 那就走去...走去那些湖裡 掘一塊冰 就丟到鐵桶裡溶了 那些水就拿來喝了 那他在阿拉斯阿尿呢 那些水就拿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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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水就拿 當年巴羅的這條愛斯基摩人村 甚至連一間客館旅店都沒有 初黎報道的李士風家無可歸 唯有請求村中一間教堂修臨 就這樣李士風找到他北極第一個家 雖然有瓦遮頭 生活卻是艱苦 心情是迷惘 這條太陽不下山 三個月太陽不下山 你起床 太陽已經上山 但你不知道早上8點 還是晚上8點 所以看錶 要買廿四小時的錶 看了 廿四小時的北極太陽 並沒有為李士風帶來曙光 外斯基摩人傳統的惰性和優柔 足以令以勤力見稱的中國人 焦慮萬分 初初來的時候 你怎樣去適應這個環境 都很難 那時連的士都沒有 要走路 做什麼工都要走 在你睡的地方走出去 走進來 外面吹風吹到零下七十度 那邊超 所以很辛苦做工在這裡 我請了幾個工程師上來幫我做 有幾個做了一天回家 不做了 立刻辭職走了 找工人困難嗎 找工人都找到 但是呢 那些工人就不可靠了 那他就好像做做工 聽人說打群魚了 那他就走了 那他就走了 那他就走進去分成魚肉 夢想令李士風坦然面對困難 他決心要在北極建立他的王國 經過二十年的努力 今天在各條愛斯基摩人村內的很多建築物 好像學校 老人院 甚至普魯多灣油田的多項工程 都是由他一手一腳規劃 和監督興建而成 但凡有人想在北極興建物業 很多都想起李士風這個中國人名字 而他也成為北極的一個傳奇 那為什麼其他人 沒有什麼人跟你競爭呢 他們也有啊 不過呢 他們有些在 在美國 美國下面本土的公司 他們不熟 不熟行的北極環境 所以那些油公司不請他們 請我們 因為我們做習慣北極的工程 北極是李士風事業的轉捏點 北極也令到這個中國人的人生 添上西方宗教色彩 當他每次來到巴羅公幹 必定會從由當年所下踏過的教堂 事隔多年經過多次修緝翻身 昔日簡陋的教堂 已經換上一番身貌 而遇上星期日 李士風更會齊圖聖經日內進行崇拜 在阿拉斯加的北極區內 大部分愛斯基摩人都順奉基督教 無論外面的天氣多冷 還是刮著風雪 教徒每星期都會依時出席禮拜日崇拜 風雪所擋不住愛斯基摩人 朝拜他們的造物主 但是時代文明就開始蠶食他們的傳統 現今年青一代的愛斯基摩人 樂天之命不在 傳統成為歷史 衛星電視將外面的花花世界各種誘惑 灌輸入他們的腦裏面 令年青人覺得打籃球 玩遊戲機比出外狩獵重要 崇拜球星和流行歌星偶像 比尊敬老一輩來得有意義 傳統被文明不斷侵蝕 愛斯基摩人不再克服 不再原始 不再是傳統的愛斯基摩人 自從美國政府買了整個阿拉斯加州之後 英文很快就取代了原有愛斯基摩語的地位 再加上這種古老語言 只有讀音並無文字 一直要依靠英文作為拼音 所以除了老一輩的愛斯基摩人之外 新一代對傳統民族語言完全不懂 為了令寶貴的文化不要流失 在去年各條愛斯基摩人村的小學 開始將愛斯基摩語列入教學的範疇 校方專程聘請一些懂得愛斯基摩語的村民 來教曉新一代認識家鄉語言 語言可以被遺忘 為寄望童謠可以世代相傳 亦寄望童謠可以啟發學生興趣 所以老師經常以一些耳熟能長的童謠 配上愛斯基摩語 不懂得學習嗎 對 不懂得學習嗎 哪部分是難以為你 說句話和文童 說句話 說句話 堅持愛斯基摩傳統 是他鄉老師的心語 這種名為YOUYO的愛斯基摩人懷疑 他們亦希望能夠世代相傳 攝製隊員 嘗試接觸YOUYO這種玩具 玩得不好並不出奇 但是想不到 連這班愛斯基摩學童 都一樣不是玩得好傻家 文化傳統的遺忘 令人感到染色 北極地區有很多由冰川移動時所造成的侵蝕湖和河流 因而令到大量的魚類可以在此生活 於是魚族就成為附近土著愛斯基摩人其中一種主要性了 對於李士風的包帝 李成恩來說 順應這片冰雪世界的文化 從大自然親手沉獲食物 給一切提得重要 除了用魚竿在冰海水鳥之外 獵人亦會預先在冰海作開冰凍 將魚網放置入水中 再將冰凍用膠板封蓋住 等大概一個星期就可以開動收取魚網 他們所用的魚網 有些是用海豹皮編繩 也有些是用平蘇或者柳樹皮編繩 但是時代的變遷 令到部分獵人寧願付出金錢購買現成的魚網 而不願意廢時自己編織 傳統每日都靜悄悄隨著寒風吹忽而去 但是李食欣依然忠於傳統北極的獨有生活模式 但是對他大哥李士風來說 北極並沒有什麼值得他依戀 這片白色土地 只是一處純粹賺錢的地方 這麼多年來一共為你 帶來了幾大的財富 這裡 總之安安樂樂 生活得很好 每年都有錢剩 二十年來 李士風從未有想過搬到北極居住 始終北極對他來說 一直只是一個賺錢的搖滅 今天李士風的家 他所擁有的一切 全部都在阿拉斯加 北極圈外的這個城市 安克拉治 如果不用逗留在北極的日子 李士風每日都會來到 位於安克拉治的這個辦公室 為公司手頭上的工程進行規劃設計 在他手中一枝鉛筆一把尺 就為北極添上新馬 而掛滿在牆上的一張張專業證書 除了見證李士風多年的努力之外 亦證明當年他的一個決定是沒有錯 在香港九龍鄧鏘波天光道 讀英文那些幾個經史叫做公尊 英英尊 鄧鏘波是天主教神父學校 我們是第一班 第一屆畢業 要去考會考 考會考我就科科合格 英文不合格 那時候我就想著 學有先後達者為先 所以就 不要棄託 不合格 去美國讀書 那就來了美國讀了高中三 1962年 只有18歲的李士風 就隻身來到美國求學 但是一來就37年 完全沒有再想過回香港居住 謝忻國 抹後黃國 什麼都快要滅落 那回家做什麼 即是你說你過到來 你都不打算回香港 不打算回香港 這裏都快要滅落 從原本會考英文不合格 直到在美國的大學 考獲兩個工程碩士 李士風更覺得 香港不值得他回去 畢業後不久 他就來到安克拉治居住 這裏也都變成為他的落土 這裏好像世界樂園一樣 全個州才得50萬人 會不會很適合自己居住呢 你覺得去釣魚也可以 去打獵也可以 上山爬山玩也可以 你撐一下艇仔 喜歡戶外活動的人 這裏就是世外桃園 雖然在李士風眼中 安克拉治每樣東西 都比自己土生土長的香港為好 但是在他內心 就沒有一種文化 比中國文化來得這麼博大 就是正心 在他家裡的幾個書架上面 都放滿了一排排的中文書 當中以有關中國歷史的書 以及中國文學巨著為主 其實為什麼你會對於這個歷史這麼有興趣 我本來呢 那時候在香港讀書 一樣都不喜歡 是喜歡讀歷史和中國文學 學這兩科 那時候郭敏先生 他叫黃恩佩 教得很好 各個學生都很喜歡他 我見你很多書架 上面有很多中文書 其實你來到之後 你是不是仍然不斷 去接觸中國的事物 沒有 有時間就讀一下四書五經 論語盲子 大學中容那些 左轉 老子 信 字母 都讀過了 其實你真的很有興趣 當然 中國人對中國文學 應該有興趣 不然變成沒有文化 而在這個書架上面的整套金融的武俠小說 更加是李士風每次前往北極的必須品 你現在當民你是不是很喜歡看金融小說 我看過很多年 以前在香港讀中學已經看開的 你什麼時間會拿來看下 我出生去那些北極地方做工 那些城仔啊 那些鄉村 我帶一套去看下 為什麼會選擇金融小說呢 金融小說呢 金融小說呢 就是 它很多東西都引用中國古典的東西 又講一下 詩經 又講一下左轉 又講一下 引用很多古典的詩句 對呀 雖然 對中國的人不同事 都有著一份這麼濃厚的情懷 但是李士風 並沒有娶中國人做太太 那時候呢 我在密蘇里大學呢 讀書有成 二萬五千個學生 其中之一呢 有一百個是中國人 一百個中國人之中呢 九十八個男生 只有兩個女生 那兩個女生 已經有幾個男朋友了 所以我們 都沒有什麼機會 跟中國女生見識 而且外國人 我以前已經住了很多年了 外國中國人 無所謂 總之你喜歡就行了 雖然講得輕鬆 但是在七十年代 要一個外國人家庭 將自己的女兒 許配給一個中國人 膚色的分野 已經是一個很大的障礙 但是李士風 憑著她的真誠 終於是充滿種族歧視的年代 迎娶到她今天的太太 現在李士風 總共有四個子女 其中兩個 去了第二個州公讀大學 看著子女學有所成 而一家人 也生活無憂 李士風 對於當初 決定在北極發展 一生無悔 而在這幾年 李士風更用閒語時間 李士風更用的 贊寫了一本 由1839年 鴉片戰爭 至1911年 民國成立的 中國歷史書 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打算 出一本这本书 因为我觉得中国人 对这个时间的历史不熟悉 你问他什么叫中日战争 他又不懂 什么叫日俄战争 他又不懂 问他什么叫南京条约 北京条约 天津条约 他都不知道是什么 为什么林泽徐打败仗 被英国佬佔领中国这么多地方 打到要割养香港 很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 在淮安明州的时候 那些抗工 中国人还挖金 那些白人走来抢光那些金 不止抢光那些金 还打死几十人 开枪打死那些中国人 全本书都是以英文赞写 而且李士锋目的 是令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华侨 对自己祖国有深一层的认识 和北极结下不解之缘的这两兄弟 弟弟李承恩 只是住了在北极四年 已经对这片土地 传有一份深厚的感情 相反 他大哥李士锋 虽然在过去二十年穿梭北极各处 但是他对这里毫无眷暖 北极在五条人心目中 都有不同的模样 中国人在这里沉沉力明 中国人的足跡 为北极仓洞下这片孤直的国道添上色彩 日本人的国道 отк 林道一个熟یک Hebrew 但是依然吸引的国道 4000年古国文化 令人神往的行航 複雜其異的宗教 每一處都令人眼望 貧富之間的洪溝 平衡社會 但是絕不公平的階級制度 每一點都令人清奇 印度故事絕不尋常 而中國人在印度的故事 又會是一個怎樣的故事 彩英和耀榮的故事 開始就注定是悲劇 七年前父母有心遺棄 在印度毫衣無靠 兩敬文媽媽 經歷過中印戰爭 鄭伯和他一家 無奈在集中營度過兩年黑暗的日子 圖譜的故事由尋找快樂開始 二十六歲的香港青年 八年前在印度出家成為喇叭 勇敢的決定 會不會換來快樂人生 既然走了第一步了 沒理由回頭了 下星期 我們在樂日繁城之下 一起再尋找他鄉的故事 多謝 喜歡 多謝 多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